中共即将在星期四11月8日召开全国代表大会 预计为期五天的会议 焦点将是中共新旧领导人的交班 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星期一11月5日 向预计的中共新领导人习近平喊话 他说除了政治改革 习近平别无选择 77岁的达赖喇嘛星期一在日本横滨的一场记者会上表示 经济改革已经有了 习近平如果想留下政绩 只有进行政治改革 达赖喇嘛还表示 中共吹捧的和谐社会主张漏洞百出 达赖喇嘛还说希望中国变得更民主 这样许多问题就可以解决 像是岛屿这个问题就可以更容易处理 长期以来北京不断指责达赖喇嘛寻求西藏独立 达赖喇嘛对此回应 他只是寻求西藏有意义的自治 新台记者陈欣梅综合报道 我也是想要去垃圾喇嘛 那么真的 我应该觉得这件事怎么解决啊